两个地方记载摩西 使磐石流出水来 就是让百姓可以喝 另外一处的记载 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一到七节 就在圣经的八十九面 出埃及记十七章 一到七节 翻到了我来念 以色列全会众都军耶和华的吩咐 按着战口重选的旷野往前行 在立飞定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 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吶 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 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言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出都渴死了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避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 必要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 就是试探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 就是证闹的意思 因为以色列人证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适 有人认为 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 是与民书记二十章一到十二节 是同一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比对两处的经文 可以发现在旷野群的这一次 跟多年前在立飞定的那一次 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无论是地点时间 以及细节内容 都有一些差别 这一次 神虽然吩咐摩西拿着他的杖 但是这一次 他却不要摩西用杖击打这个磐石 只要他用口吩咐 磐石流出水来 结果摩西却举起杖 击打了磐石 而且打了两下 这个举动全然出于他个人的血气 并不是尊教神的吩咐 这一方面可能与他被记录有关 而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与神在立飞定 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 让水流出来 这个过往的经历有关 立飞定的经验 与旷野的这个地方 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人很容易落入经验法则 一样画葫芦的陷阱里面 同样的 遇到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问题 神教样的吩咐 摩西手拿着 葬出去 教样的是对着磐石 摩西在旷野两次击打磐石 水其中的脑路 与人为的经验法则 都可能使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以致犯下了大错 这提醒我们 我们是否同样的会用 以往行之有年 行之有效的经验法则 来限制了神的工作 我记得 我记得 以前 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曾经讲过 主耶稣 把医治这个瞎眼的人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四福音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每一次主耶稣 都用不同的方式 来医治这些瞎眼的人 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 用一套标准模式 来医治这些瞎子 我们是否用人为的经验法则 把一套我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断地加以复制 以此来取代 来自神不同的做法 这样 无疑是用人有限的经验 来限制了神的无限可能 跟着我们在看 摩西在旷野 寻这个地方 用仗击打盘石两下 以致神认为摩西亚伦不信他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他为圣 过去解禁的人 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涉及到对圣经的解释 跟神学上面的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 摩西虽然犯错 没有按神的指示 吩咐盘石发出水来 而是用仗击打盘石两下 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盘石依然流出水来 而且按上经的说法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惠众和他们的生畜都喝了 这提醒我们去思考 摩西所犯的错 使他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说明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 然而从结果来看 摩西重难犯错 他依然使盘石流出水来 让以色列人跟伤口引用 解决了口渴的这个问题 因此从结果或者是果效 来判断一件事是否出于神 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举例来说 一个学生在其中考考得75分 期末考考得80分 这一定代表他就是进步吗 我发现我很多的学生 常常被数字迷惑了 他们会让一堆 由数字组成的分数 代替他们实际学习的成果 如果按照他们这样的勃及 主耶稣在三年半时间里面 训练的12个门徒 甚至比不上一间千人教会 在一个月内所训练的人数 或者有人会说 我们不能够光从数字来看 我们可以从质量来看 耶稣所训练的门徒 有一个出卖他 有一个三次不论他 然后其他人在他被捕的时候 了受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继续看在尼泊山上面的摩西 有人可能会这样想 希伯来书说摩西 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领辱 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识 他放弃埃及的荣华富贵 甘愿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四十年 他对神没有愿意 但是神却不容许他进入迦南地 神对他忠心的仆仁 为什么这样忍心呢 我们常常用人有限的感官 来认知无限的神 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神把迦南全地从北到南都指给他看 在这里我想到 摩西所攀登的尼泊山 在沿海东北方一点钟的方向 如果大家可以翻开圣经 在最后的这个圣经地图 第二章地图 这是嘉南地图 你们可以看看 在沿海 也就是石海 右边 绿色的那块土地 比较上面靠近橘色的那块地方 就有一个尼泊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了尼泊山 尼泊山 往东 从东往西来看 在越丹河的对面 就是标高811公尺的橄榄山 就在伊路上的旁边 与地中海 东岸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西海 相隔120公里 从尼泊山到北边的淡 有200公里的距离 神让120岁的摩西看到 嘉南全地 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也就是一个神迹 我默想 神把嘉南各地 一直给摩西看 在默想 神埋葬 摩西的场景 是何等的温柔 或者我们会以为摩西终其一生不能够踏入了应许之地 是最大的遗憾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 说 他看为基督受的领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享受 最后我们读一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 十七章 一到三节 我们翻开一起来念 在圣经后面的二十六面 马太福音十七章 第一到第三节 圣经的二十六面 我们翻到 我们一起来念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黯黯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绿头 异常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离坡山上 摩西似乎带着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但在变相山上 他不光得以进入应许之地 更亲自地与基督面对面讲话 摩西并没有 以进入迦南地作为他终极的赏识 他最终得到最好的赏识 我相信他所得的满足 必定超乎他原来的所求少想 在我过往的经历中 让我知道 神所给予我们的 必定是尚好的 他不会给我们有瑕疵的赐货 就让我们低头 我们来做祷告 下一个耶稣